她的去世我知道都伤心 你的儿媳妇一夜白了头 她更伤心 那是她的老公 她能嫁人呀 她能嫁人呀 她还有个十岁的孩子呢 这个就是我婆婆家 这个是吧 来 咱们直接敲门 妈是我 开门吗 哎呀 小孟 这么两天 我儿子才死了几天 你都找 哎呀 您别误会啊 我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律师事务所的 我姓周 是一名法务老师 那么今天就是受你儿媳妇 孟女士的委托 来找你们协商 关于她那笔50万块钱的事 好吧 咱们要不咱们进去说好吧 还是一家人呢 行 正好正好是个找你 是吧 行 那咱们就把这个事谈一谈 我跑了十多岁都不给我钱 你知道吗 我还得找人来 那正好啊 这样你也要找我 那这样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好吧 那么也就是说在半年多以前 您的儿媳妇 您的儿子 由于喝酒续酒 喝大了酒之后 造成了这个脑溢血 然后不幸去世了 去世之后 他们两口子 有一笔共同的 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是50万 一直由您作为保管的 对吧 好 你承认这件事情就好 那我就想问 他儿子去世了之后 这个是人家的夫妻共有财产 50万 理应 有很大一部分 是应该交还给这个 你儿媳妇的 就为什么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 一分没有给过他呢 什么五块东西 没有说 挺好了 没有说都是他的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就属于遗产 那么50万当中有百分之一 也就一半 首先归配偶 然后剩下的有子女 包括这个父母 均等 同等均等的分配 那么另外25万就是说 他占四分之一 这个闺女 占四分之一 你们老两口 一人占四分之一 也就是一人 六万两千五百块钱 这个没有毛病 这是按法律来讲的 咱们先不用吵 考虑你 没问题 当公公的你看好了 一个十岁的闺女 需要抚养 这个哪哪都需要用钱 就是长达这半年里边来 你们是一次没有看过 还说这个生闺女 我儿子有多难呢 这个多难呢 你知道吗 你先不用 我说干啥呢 你不是上门心玩的吗 我告诉你 就是说上门心这个话 我儿子平时你不管他 什么都不管 来当公公的 当公公的 我来跟你说这个事 你说你儿子 人家是上门心 你这个当婆的 是怎么回事 你们心情不清楚吗 你儿子喝酒 这个毛病是谁 灌出来的 是你儿媳妇吗 人家没有管吗 因为喝酒这个事 吵了闹了多少次 每回逢年过节 你儿子和儿媳妇 不给你们 从店里边拿酒 你就生气 你就摆脸子甩脸子 拿完酒之后 非得让你儿子陪你喝 从小到大 他喝酒毛病 谁灌出来的 那喝酒 你葛家喝大酒 跟我人都哼什么都有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 你不要在这狡辩 你不要在这狡辩啊 你不要怨谁就怨你 我还不用说啊 你不要怨谁 就怨你 如果真要怨一个人 你这个当父亲呢 是第一个被埋怨 听我说 喝酒这个事 你儿子 小时候你就让人喝酒 在酒桌上就得说 男人就得喝酒 那喝点什么呢 喝点什么的 我告诉你 酗酒这个毛病 就是你惯的 现在才成家立业了 成家立业了 人家管了很多次 你没有听 你不要赖 赖不了别人赖 赖掉你儿媳妇 瞧你家都瞎眼了 孙女三中接代的 孙女孙女 来你还又说这个事 我告诉你 一家人 咱不许是 咱不用吵 我来跟你去解决啊 喝酒的事说完了是吧 又开始赖了是吧 赖生闺女的事了 生闺女怎么了 我告诉你 生男生女 取决于男方 也就是你儿子 赖你老你儿媳妇吗 要什么钱 我告诉你 这个钱必须一分不少的给 我刚才也说了 当你不是说钱 你们俩创业的时候 是通道我这人的关系 找着人 他要没有 我俩不打理能 要不要生你钱 没有什么关系 你能有这么好 咱们不吵 咱们今天来 是咱们讨 还是一家人 人家不是 你们又不是离异 是丧偶 该给你都给你了 你没有该给 来我来说 听好了 听好了 你先等会儿再说 你的小儿子 我等会儿再说你 你说帮了他们 给他们把这个小店 小商铺 给打了一起来 没有问题 包括这个租这个店铺 也是你找的人 我告诉你 你是找的关系 人家有没有掏钱 是不是掏钱 买这个烟酒堂 拿都打点了 什么钱都我拿的钱 行了你可闭嘴吧 这所有转仗记录都有 我往这拿着 还要再说一点 你们 你来把手机拿来 给你看看 就是非得把证据摆出来 一家人 咱们你们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你搭了这么好的钱 他敢在走宰这儿呢 来听好了 这是给 来 这是给房东的 给房东的转单住 这都有证据的 为了租这个店铺 一共转了三万 这是人家转的 人家两口子前转 你听好了 当时还想收拾证据来呀 我告诉你 听好了 人 你们不要在这强词夺理 人家留这个证据是应该的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 公婆讲不通 才把这个证据找到 对你怎么样了 你 你对她怎么样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们就说这个孙女开始 人家生完孙女 你们两口就不乐意 非得要个孙子 这是谁的原因 而且 我就问你们 有待过一天吗 有管 哎呀 行了 别从小啊 在这婆婆一圈没吃过 一圈都不怕 坐月子的时候 这个当婆婆 肥皮不好啊 行了 从产房出来 知道是闺女这件事开始 你们就摆脸子了 当天就摆脸子 我跟你说 三岁以前 你们是一天都没有待过啊 小孩长大了 能走能梦能跳 能说话了就开始了 我要广听她 我告诉你 不是听她说 所有的她的娘家人 所有的亲戚朋友 包括这周边的邻里邻居 都知道你们家想要孙子 好了不要狡辩了 你别胡搅满馋了 那这样啊 她被一家人带走了 您说怕她嫁人带走了 我先给你讲情讲理 然后我再给你讲法 我就说这一直以来 包括这个店铺做下 做生意赚钱之后 没有给你们分红吗 为了感激你 你给什么钱了 每月都给这钱 行了 你别再在狡辩 你拿出证据我看看 你不要再说那个事 我告诉你啊 你还是一直给人家说 娶了她 给人掏了彩礼 给她买了三斤 又付了房子首付 这不应该吗 哪家娶媳妇不应该吗 我告诉你 你不用 是你们掏了钱 你们掏过钱 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问 这逢年过节 每年不给你们钱吗 包括这个店 10%的利润的分红 也给了你们 对不对 你听好了 给你啊 这又变成正常 又给了是吗 给了你们这个钱 又给你的小儿子 你那个小儿子 就是个无底洞 不学无术 有手好闲 一直啃老 大学毕业一天工作 没有上过 开始盖锭就给你了 我告诉你啊 一天这个衣服 什么逢年过节 什么母亲 你也给你买衣服 买手势商店 都买这些 咱们不说这些了 我们讲 我们把这个理 给你们讲啊 那我们就来 如果说讲不通 我们给你想法 从法律程面上来讲 明白点规定 这个叫顺位继承 知道吗 我说你干啥 你要干啥 我告诉你啊 你年纪大 不要动手 听见了吗 我告诉你啊 早是来协商沟通的 这半年以来 你们一次都没有协商沟通 包括你那个孙女 也没有看过一次 人家孤儿管母的 自己要在店里边做生意 忙前忙后 人家过了个工人 你们也不乐意 你们没事干 为什么不帮我忙 我们都伤心了 儿子都没了 我还跟你什么呢 你伤心 我不伤心 咱们不聊了 那就把这个钱还了 听好了 我刚才一进门 也跟你们说的 非常明白了 根据法律规定 百分之五十这五十万 有二十五万 是我委托人 孟女士的 另外二十五万 配偶 子女 父母 均等的去分配 听懂了吗 二角法律层面来讲 一人六万两千五百块钱 今天必须把这个钱给了 就没完了 就没完了是吧 我还取得养老 养老是 我没了 是这样啊 你听好了 您不用说养老 你听好了 养老 我跟你说 您的儿媳妇也说了 人家没人家是丧偶 不是离异 人家没有在找 人家也没那个心情找 那以后 那以后是人家即便找了 我告诉你 也是人家合法权利 怎么着 找不找是我的事 我告诉你啊 第一人家是目前没有这个心情 以后找 即便找 咱就不过且找了 也是人家合法权利 你干涉不了 这个钱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这叫夫妻共同财产 你没有权利支配 也没有权利代为保管 当初给你是信任你们 你天天白普 拿个大家长的身份来压人家 我告诉你 你唯一的 我告诉你 这个钱到底干什么 你们心里都非常明白 你们就想留着给你那小儿子 不学无数的小儿子 孙女 还给孙女 给孙女 现在就给 现在就是用钱的时候 孙女都吃不上了 还领导面 听好了 这个店 他还要照顾孩子 自己没有那么多精力 你们这个精力分散了 孩子孩子照顾不了 生意生意做不了 这个钱必须拿回来 他需要布工人 布员工去打理这个店 听懂了吗 没钱 如果说还是说没有钱 那我们今天可以不协商 如果本来是一家人啊 真的要闹到法庭上吗 这个很简单 所有的证据都有 我们一旦如果起诉你们了 没有人给你整监狱 整不整取决于你们 这个钱说好了 你们留 十二万 一人六万两千五 留十二万五千块钱 剩下的一分不少的 转给我的委托人 这是法律 这边的规定 如果说还是这个态度 那这样吧 如果说依然是这个态度 依然你自己你们想想 首先对人家不好 儿子的去世 我知道都伤心 你的儿媳妇一夜白了头 他更伤心 那是他的老公 他能嫁人呀 他能嫁人呀 他还有个十岁的孩子呢 不是你的孙女吗 你们重男轻女这种 分界迷信的思想 我告诉你 如果聊不了 我们就不聊了啊 本来是一家人 我这个不想 让你们对付公堂 但是我在下面 我说建议 这个起诉 一起诉一个准 是孟女士一再的要求 是一家人没有必要 请我是来协商的 协商不了 那我们就走司法诉讼程序 那这样吧 你既然说没有钱 那孟女士 咱就不了了 我带你拿着证据 直接去起诉她 行 钱早晚要还 如果闹到公 这个法庭上 你们这个钱 也会一分不少的给 而且我再说严重点啊 闹到法庭上 我们拿到胜诉判决 到时候可以强制 冻结查封 你们名下的账簿 听懂了吗 而且如果说到时候 你们再拒不归还 我们可以把你们 变成老赖 你那个小儿子 不是还没结婚吗 我就问你 他找工作以后 也会受到的影响 他就逼死我俩 没有人逼死你 谁逼你呢 我 我还要更严重的 我都不想说 如果说到时候 明示纠婚解决不了 你们有能力偿还 拒不偿还 这个刑法313条的规定 这个叫拒绝拒职罪 拒绝执行判决裁定罪 听懂了吗 这个怎么着 我告诉你 即便是你转给你的小儿子 他也是共犯 这个是昨天 11月18号 两高最新发布的细则 他属于同伴 没有人送你 送不送取决于你们 三年以下 自己想清楚了 那你们就等着 收法院传票 那这是你们逼的 那咱们走吧 你们想听主啊 能商量吗 对吧 你们不替你们想想吗 不替你的孙女想想吗 那就把钱转了 50万留下12万5 37万5 一分不少的 转给我的委托人就行了 好吧 这是也是你家孩子 是不是咱们在一起 生活这么多年 把那个支付宝收款码打开 您直接扫这个码 通过银行卡转账就可以了 阿姨 我多说一句 这是您儿媳妇啊 给您生了孙子 来给了 收到了是吗 谢谢你啊 行咱们走咱们走 你不必这么这样玩了 不是 你们现在不是一家人了是吗 谁归人呗 朋友们 法律是公正的天平 不会让善良者蒙冤 也不会让贪婪者得偿 我是您身边的法律朋友 周老师 以上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阶 我刚才说的 我们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